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认为今天是开低 然后慢慢往上收上去 大盘虽然收红K小跌了一点点 但是它只是表面 实际上的情形我昨天跟各位讲得很清楚 昨天的大盘大跌140点 可是有很多人会解读 哇 主啊没买啊 外资还买10亿啊 它是昨天 我就跟各位报告说 外资不敢卖啊 昨天莫名其妙 好啦不管是川普金小胖 那个其实都不是问题啦 跌会找个借口说 哦因为怎么样所以跌 那个不是问题啦 那个只是借口啦 真正是会跌 因为涨幅太大了嘛 会跌是后面没有接手嘛 没有接没有人意去接嘛 我常常希望各位要提升自己 股票市场真的 我希望各位你买卖股票 你要把它当做 假设只有两个人在操作 你一买他就卖嘛 你一卖他就买 假设只有两个人 你想办法 你要用赢家的思考 逻辑去思考 对不对 你要让他进来买很简单 假设你满手股票了 你要让他买很简单嘛 你要四之以小利嘛 对不对 你就慢慢买上去 让他来接 他进来他有赚到钱 你丢一点给他他赚到钱 然后拉拉拉拉拉 拉到某一种程度 发现他已经失去借薪了 全部丢给他嘛 可是台股在这里没有办法 因为散户没有进来嘛 从小英政府到一万六百点 融资也不过增加了两百亿啊 涨了两千五百点 融资增加两百亿 散户没进来啊 那外资跑不掉啊 对我说外资跑不掉啊 所以昨天他故意看到大跌了 他如果再卖的话 我告诉你今天大盘不是这个样子啊 他昨天如果真的是大卖好五六十亿以上 今天大盘我看开地以后是上不来了 所以投资就失去借薪 昨天外资 没卖啊是买啊 重乱是今天的美股跟欧洲股市 也就是今天早上啊 昨天晚上收盘都很差都大跌 可是台股一样是反应一下开低 然后慢慢走上来 这是中计的嘛 中了外资的计嘛 昨天外资买那十亿 他的目的是什么 各位答案出来对不对 他的目的是今天要卖九十亿啊 今天卖九十亿 台股还只是小跌 那代表什么 他昨天的策略是对的 因为他卖那十亿 目的就是今天要卖九十亿嘛 这国家市场为什么很多散户 赚不到钱 很多投资朋友赚不到钱 因为你只看当天 你没有看到明天 你没有看到下个礼拜 你没有看到下个月 你没有看到年底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一带一路 我们在讲新南向政策 我们在讲生计 我们看到的是明年 年底 近年底还不算什么 我看到的是明年 虽然这过程很辛苦 可是有时候想一想啊 我只有一句话 比赛看结果 股票市场 什么叫输赢 我常常拿刘备 跟项羽楚汉之争 解读给各位听啊 对不对 项羽是百战百胜啊 刘邦好像是输赢的 对不对 到处跑啊 连自己的父亲 连自己的家人 被项羽抓走了 还说没关系啊 你如果把他煮了 昆一碗肉给我吃啊 那不是输赢是什么 重点呢 谁撑王谁撑帝 比赛看结果是要赢最后的 那一把 股票市场也是一样啊 你过程里面你多厉害 哇我在这上冲下行 高出低进 一天坦一万两万三万 结论呢 结论有一天 你的好几千万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你失去戒心了嘛 你认为我好厉害 我在这里我上下起手 然后有一天呢 有一天你觉得你很厉害啊 然后你的步调我们说 那种操作逻辑 有些人的操作逻辑 他已经变成习惯了 他习惯就是每天在这里 上下起手 哇今天买明天卖 然后赚来赚去 小赚小赚都这样赚 突然有一天发现 哇这个规律的动作 也就是这种买卖的方式 这种规律 已经被破坏掉的时候 他会会议不过来 当他会议不过来的时候 人家已经美了 人家出给你了 因为大部分的散物 如果都是这种频率 人家故意 好让你小赚啊 你都好很厉害 让你高出低进 突然有一天 对不起 你高出啊 对不对 你高出啊 然后你低进啊 到最后呢 你的低进变成最高的进 也就是你认为说 我出在这里 我高 我卖了 假设我卖了100块 我98块接回来 我高出低进 2块钱很厉害 有一天那个98块 永远不会来 你低接啊 所以为什么我说 昨天那个磐石各位 要特别去留意 假设你没有赚到钱的 我昨天讲什么 这个礼拜我讲什么 我讲了两季 起来月嘛 对不对 一季叫 积高思维嘛 那换算台语就是 你不能没坐椅子 去椅子夹到 因为你没有赚到啊 很多人没有赚到啊 有很多人想说 我就是想赚 没有赚很辛苦 没有赚睡不着 很想玩嘛 那你要找积极低的啊 找积极最低的啦 我说 我请问各位好了 现在看起来 现在看起来好像 这个小英政府好像 没人没人 对不对 明明讲的 生技产类是他的 五大产类的龙头 为什么生技指示物 变得到现在天天跌 来我们看一下来 生技指示物从7月31号上线 5161到今天 还跌啊 今天也是跌喔 已经跌了6.28个人 大盘长他也跌 大盘跌他跌更多 你有看过这种指示物吗 这是什么 这指示物出来交朋友的吗 还是出来要害人的 我说我比较乐观的看法啦 我比较乐观看法 好我们先解读 生技产类协进会的李先生来 他讲的话 台湾生物产类发展协进会 李中西理事长他说 政府发展生技态度要明确 不能想要发展又怕时 政策说要鼓励 但是却在限制产业的发展 他讲这句话是很中肯 可是我说我比较乐观是 对不起还有好几年 小阳政府到现在也还没有两年 第一年 一上任以后生技股好像 就忘记了 哪有说台湾有这么产业 这些大盘涨了2500一点了 结果生技股好像是 没跌没两 窄人凋长的酸 不是吗 所以你想想看 生技产业 他的族群也是一大堆人在这里生活 生技产业一定有人做这个行业 有人做这个股票 他也是一大群人 这一群人好像赤等公民 政府没有照顾 嘴讲的讲一讲而已 对不对 可是我的认为是 还有时间吗 还有两年多吗 当后面政府的政策 如果一步一步往上推 就好像现在政府一直到哪里 好 譬如说 行政院他有所谓的 现在要推的前瞻计划 前瞻计划后面 可能要所谓的税利的问题 那你怎么不知道 后面搞不好生技产业 全部大优惠 为什么 科技思考嘛 民主国家 邓英娜选票嘛 邓英娜选票嘛 那你要选票很简单 讲的话要兑现 政绩要兑现 钱民要赚到钱 大阪涨了2500点 大家没赶啊 为什么 各位去看 企业份的建商 有没有赚到钱 看这些穷人员 营业有沒有赚到钱 看所有 在台湾股票市场里面 投资这种股票的 大部分的股民 有没有赚到钱 都没有啊 都要赚掉了 那大盘在这里 刚好关键的时候 我还是确计 请各位要确计 没有赚 他也不能去他也要凹到 我们好好看政府怎么做嘛 好 那我们把生技产业 这十党先讲一遍来 这十党生技产业 十大成分股 今天有一则消息 也就是浩鼎被踢出了 MHCI成分股 因为浩鼎的市值 跌破了500亿 好 各位 大盘喔 生技的大盘 跌了6.28个person 从上限5161到今天的4837 既然可以跌6.28 我有时候想一想 那要故意分裂嘛 没得到那么多 故意的让它跌 也不会跌那么多 如果真的是故意的 它是不是背后有其他的意义 什么叫意义 我说 我比较乐观的小法是 洗得更清晰 扶而洗得干净一点 要噴起得更快 对 把没有信心 没有信心的 这些不耐酒盘的 这些生技 做生技股的人 全部把它清洗扶而掉 它未来要上去就快了嘛 如果政府是 它是背后积心的 所以为什么要请各位来看 好 我们继续再看好了 那到目前为止 这10党股票各位 大盘 生技大盘 生技指数跌了6.28 只有精华隐性已经 涨了2.09 那很简单 涨的理由在哪里 前半年赚13.82 好 第二季 第二季它就赚8.99 也就是代表说什么 第二季比第一季大幅成长 好 那跌幅最少的就是 我会员的股票叫 禽流感疫苗 跌了3.53个person 好 它的前半年是赚6.96 第二季是赚3.73 它EPS 第二季也是成长 那其他的一看就知道 都不好的 都不好的 所以你看 尤其金颗 你看喔 一档隐形眼镜 既然跌了17.95个person 它的前半年赚5.97 結果第二季只赚1.77 各位 我说我讲的话 未来慢慢会印证 印证当中 记得吗 我说生技股 尤其这两档隐形眼镜的 它们已经是什么杀战场了 我说我儿子不是用海昌 也不是用精华的 我儿子用所谓的 嬌生的 啊什么 品牌太多了嘛 果然 海昌隐形眼镜来 金颗 这个是蔡依林代言的 海昌隐形眼镜 这一家公司你看 大盘也不过跌了6.28 生技指数 它竟然跌了17.95 17.95啊 所以做生技股 你也不能一厢情愿 为什么 就纵然政府未来 要吉利去拱生技的话 你要挑 未来有EPS 未来营收会成长的 最少未来 你要对这档股要很清楚的 就像我们不断的在分析 禽流感疫苗一样 你最少要比我清楚 你手上的生技股啊 假设你手上的生技股 你不清楚 不知道未来的 你可以来问我啊 但是我还是会告诉你 我最清楚 还是金颗感疫苗而已啊 那我们下一段 会请习老师来 帮我们分析 人民币台币 今天都有烧毁的毁贬 那到底美国 跟北韩 会不会插出 意料不到的火花出来 对台股又有什么影响 那生技股又何去何走 我们下一段 请徐老师休息一下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眼部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6135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2369-2333 02-2369-2333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盘氏总是比较出现 大家出乎投资朋友意外的一个情况 在美国股票市场大跌的过程之中 跌了200多点 但是台股竟然能够开低走高 收了一根红棒 这一根红棒代表什么意义呢 是下跌过程之中的中途战 还是要持续下错的一个走法 中间的休息 还是即将要开始反弹 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投资朋友分享 当然在讲到这个之前 我们对市场上的这些相关的讯息 我们必须要有一份认识 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 就是北韩跟美国之间 互相放发的一个消息 从一个比较长眼的角度来看 跟比较近况的一个格局来思考 这边这边这叫互补 金小胖他为了巩固他的领导权 挑战美国世界上的老大哥 凸显他的重要性 而美国川普为了让掩盖 最近吵得非常火热 他们不是要调查这个通俄门的问题吗 掩盖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借着跟金小胖的一个互相谎话 使得各方各取所需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位投资朋友看 真正会发生战争吗 美国的航空母舰有开过去吗 没有啊 只是在这边口水战而已 所以在这种气氛之下 那么金融市场因为涨高 刚刚好涨高 碰到这种问题 难免会有人恐慌 所以会杀下来 但是整体的格局 你要看 要看市场 要看整体格局 有改变吗 市场有改变吗 我们来看 昨天所公布的经济数据 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PPI 是怎么样 下滑的啊 MOM是下滑了 0.15% 跟市场预估的要上来 0.1% 好像表现的不是那么好 表现不是那么好 我上次跟各位同学讲 美国FED 对不对 它设定的标准 是什么 就是通膨 从2%左右 它就要怎么样 开始出手 那现在 生产者物价指数持续在下跺 有通膨的问题吗 没有耶 没有耶 所以在这种期待之下 会造成什么现象 造成FED 它要升息的过程之中 它的思考怎么样 将会受到压抑 所以会使得最近要升息的激励怎么样 降低 收表的激励 业债再度降低 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呢 造成美元持续弱势的格局 造成美元持续弱势的一个格局 好 那么另外 美国初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 昨天晚上公布了 它是增加的 增加好不好呢 不好啊 不好啊 减少是好 增加是不好 因为失业人数增加 怎么会是好呢 增加了三千人 三千人 比市场预估的 还要来多 所以在这种气氛之下 美国失业市场上面 好像有了初恋一点点杂音 但是整个格局 从长眼的角度来看 它仍然是相当好的 因为呢 它创了1970年以来 最长的连续在30万以下的一个数字 这是非常好的数据 只是说极短线一周里面 又增加了三千人 这好像感觉上有一点增加 但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 仍然是相当好 表示是说 美国的就业市场方面非常的强劲 但是在总体经济数据方面 却是表现平平而已 那么尤其美国这边 ISM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它是怎么样 它是下滑的 它是下滑的 采购经理人指数是下滑的 那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他们的制造业方面 也不是没有一片乌云 所以FED在采取动作的时候要怎么样 这个也是它的考量重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本来一头热 大家市场一头热 又要缩表 又要调升利率 结果现在看起来 好像不是这样 FED态度怎么样 走着看吧 走着看就走着看 好 那么既然要走着看 OK 那么各位投资看 美元指数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中红 这跟中红之后 因为配合着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复乖离现象 所以呢 造成美元指数会反弹 但是反弹走了几天之后 发现好像没什么力量 没有其他的经济数据来支持它的一个继续涨势的一个发生 各位投资看 像在这边的时候 它也在这边曾经出现什么现象 出现了一根红棒 在这边也出现红棒 红棒怎么走呢 各位投资看 它有继续往上弹吗 没有耶 它只是维持一个横向走势 然后碰到夜线30日均线就下来 那么现在这个走法又非常类似这边 它有反弹吗 有反弹啊 但是这边22天 这边30天的均线是持续往下 所以它如果在这边走成横向之后再往下 所以在这种气氛之下 美元是属于弱势啊 对啊 美元是属于弱势的啊 后面目前来讲看不到更好的经济数据来支持 它持续的反弹 所以在这边这种情况叫做什么 可能发展成一个横向的走法 等待基本面的一个变化 基本面如果没有出来 那它仍然是属于弱势的格局啊 好 那么今天这个道琼三大指数方面呢 都出现比较大的拉回 当然拉回它是什么造成的 是因为地缘政治紧张所造成的拉回 各位 这边连长了10天耶 连长了10天 所以在这边拉回是 对这一段长势的一个修正 对这一段长势的修正 那现在修正到哪里 22天的平均线都还没有到呢 所以它仍然是属于一个比较强势的修正 而在NASDAQ指数方面 它修正的幅度比较深 它来到季线的位置 甚至稍微把季线给灌破了 这个是NASDAQ的一个走势 NASDAQ的走势 但是各位同学看 最近美国的这些重要的这个 这个尖端的这些几个领导股 就好像台湾的台积电还有大力光这样的股票 其实它跌幅很小 跌幅很小 所以在这种气氛之下 这个它叫做涨多之后的修正 当然目前来讲 你还没有看到它涨 所以你不知道它跌到哪里 对不对 但是我个人认为说 从NASDAQ指数这边的一个走势看来 在这个均线附近很可能就会出现了 触底的一个现象会发生 那现在还没有看到触底 那大家都很害怕很恐慌 不知道到了哪里 但是下面的资争是很强劲的 下面的资争是很强劲的 所以即便大家在这边看到报章媒体 最近一直看到空方在这边使力 空方在那边 什么放空啊 或者增加它们的一个空方部位 等等等等 看到吓死了 但是真正基本面上 并不是如此 并不是这样子 好 那么今天 继续来我们看我们的台股的一个表现 台股最近总体经济面是不错的 对不对 各位都有看 企业出口增加了12.5% 好 出口年增率上来 创了三十几个月来的高点 好 企业的PMI、MMI指数都是增加的 都是增加 下跌三个月之后开始往上升 下跌之后开始往上升 这些都是好事啊 尤其是这一个 就是外销订单 外销订单 六月份的外销订单 竟然年增率高达13.02% 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这种领先指标 因为这个外销订单 它是已经接单之后才统计的啊 已经告诉你这是手上的订单嘛 在未来两到三个月之后 出货会增加13% 你说经济会不好吗 不是这样子看嘛 对不对 最近加减股票指数下跌 跌下来 跌下来很正常啊 股票涨这么多 难道不用修正吗 难道不用修正吗 今天台币出现了小扁的格局 开始贬值 台币开始贬值 台币开始贬值 当然台币的贬值跟今天 今天外资的动向有很大关系 今天外资变成卖超91亿 昨天还买超12.7亿 今天变成卖超91亿 在这种气氛之下 市场会出现短期现象的偏空想法 短期现象的偏空想法 那么今天在K线上面 出现了一根开低走高的红爆 然后刚刚好收在昨天的收盘价附近 几乎是同一个位置 0点多差0点多而已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多头抵抗 抵抗未必会成功 有人抵抗你 他未必能够打胜你 在这种气氛之下 投资朋友看 看连续两三天 在这边能不能出现了多头的反转讯号 目前来讲还没有 只是暂时性的 暂时性的指纹而已 是不是要进一步的下挫 就不晓得要看未来两天 这边的一个走法 未来两天走法 但是因为今天外资卖超了91亿 这个会引起市场的一个恐慌 所以接下来指数再度来挑战 今天的第一点的一个机会 是非常大的 是非常大的 所以投资朋友在未来的 这个操作过程之中 你要留意这是短线现象 但是长线你要看整个经济面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状况 尤其外销订单的状况 这个都是重要的一个考量 那么这是涨多之后的一个修正 虽然修正 但是各位同学看 这边是一个季线的位置 那么来季线位置 这边能不能止住 这个就是我们重要的一个观察点 重要的观察点 那么在今天的交易过程之中 各位同学看 上次大盘开始大跌的时候 给各位同学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各位 这是大立光的走法 大立光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它名字叫做古王 好 大盘开始跌的时候出现什么格局 你看往上看 1234 4天对不对 4天前大盘才开始跌 但是大立光什么时候开始跌 1234567 7天前就开始出现涨不动 然后开始跌的现象 所以大立光它有一个什么作用 领先大盘上涨 领先大盘下跌的重用 它是领导股 它是领导股 记住了 它是领导股 好 既然大立光是领导股 那我们来看看它今天的走法 今天大盘是出现开低走高 出现兜头抵抗的格局 好 再来看看大立光它如何走 各位看 大立光是出现开高走高 然后过昨天高点的一个现象 这个在技术面来讲 这个是出现了一个逆转盘的格局 也就是说大立光 它这一波的调整 在30日平均线这边止住了 止住 当然会不排除明天再度往下测试 但是这边告诉你短期的支撑点 就在这里 即便往下压 也不一定能够压到这边来 所以在这种市场气氛之下 投资朋友我想你已经知道 我要跟你讲什么 告诉你说 这边很可能会由先由大立光的止跌回稳 让指数开始出现先后落底的现况 个股会出现先后落底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上半段我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我们休息片刻再回来 地震了怎么办 一 跑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选择 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 2369 2333 02 2369 2333 选择比努力重要 选择比努力重要 台股在1500点整理了7个礼拜 这个礼拜已经快撑不住了 但是没有大跌的条件 逗得走不去不用紧张 虽然今天卖了九十几亿 但是各位要去思考 既然能到了1500点附近 就算万点以上 总要有族群出来 撑住整个半边天 那这个族群必须是干净的 服而洗得很干净的 所以我刚刚讲 如果用乐观的角度来讲 为什么生计指数 它会在7月31日上线 小英政府上任以来到 今年的7月31日 生计股是跌不良疼不爱 结果7月31日到今天 生计股每天都跌 这叫什么 匹集泰来 这叫匹集泰来 股票市场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情 当别人恐惧的时候 你要贪婪 巴威特说的 那生计股未来真的 有没有机会 那当然 我们从徐老师这里去挖一些 他对生计股的看法 那我们把节目交给徐老师 好的 那么最近生计股 可以说是跌得很凶 而且速度很快 那么很多手上 持有生计股的人 心都碎了 然而 这是机会呢 还是另外一个下跌的开始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多少分享 当然分享这个之前 我们先了解一个 影响生计股非常关键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人民币的一个走法 今天人民币出现什么格局 今天人民币是出现了贬值 在一段连续的下跌之后 昨天还出现长黑 那么今天呢 出现了一根中红 出现了一根中红 阻止了短线持续往下破底的一个走法 那么因为人民币短线跌幅太大了 在这边出现了复乖离很大的一个情况之下 所以呢 在这种市场上面呢 开始出现了空头回补的现象 这个叫做空头回补 为什么我跟你讲它叫做空头回补呢 因为最近人民币的基本面上出现很大的变化 原来在二月份的时候 因为出现了它进出口方面的逆差现象 所以很多的资金拼命的往外流 以为说人民币支撑不住了 然而就在当时 就在当时过了二月之后 三四五六七 每个月进出口又恢复了顺差 而且顺差的幅度越来越大 甚至在上个月达到了467.4亿之多 一个月赚了人家美金467亿 你说多不多 好 另外再加上 INF也预估中国明年的经济成长力 调高了0.2 调高了0.2 好 另外各位同事我看到 美国的不是大陆的外汇存底 出现大幅的增加 出现大幅的增加 7月份外汇存底增加239.3亿 来到3.08兆 3.08兆 这个很有意义的 因为外汇存底的增加 会造成你汇率上 因为你赚人家那么多钱 你说你的汇率还这样子弱势合理吗 到底你要赚多少 所以这种气氛之下 所以人家会逼迫你人民币升值 会造成人民币升值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气氛里面 造成了最近人民币升值不停的现象 往下是升值 所以人民币从5月份以来 它到底升值了多少 升值了3.35% 那么台币从5月份到现在 它是贬值的呢 从5月份到现在 它是贬值的 在这里 它是往上的 往上是贬值的 贬了0.44 所以两个一赖一去之间正互相加 结果总共人民币对台币来讲 它是升值了多少 3.79 将近3.8%的一个涨幅 既然这样 大家应该有数字了吧 对不对 人民币对台币是升值3.8% 所以在这种市场气氛之下 过去这些营收计算成台币的过程中 是不是要加3.8% 好像是呢 它盈余是不是要增加3.8% 也是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市场气氛之下 你认为说 那在中国大陆挂牌的这些上市公司 在台湾挂牌的这个上市公司 你说它的盈余 它的营收会不会增上来 会啊 好 这是有关人民币的部分 再来看看 全世界的升级类股最近怎么了 好 NBI指数 各位朋友看 在一段三段 五段三坡的一个涨势之后 开始出现调整坡 调整坡 第一坡下来 第一坡 然后现在再做西坡的调整 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了 65天的平均线 也就是在季线附近 出现长黑的一个格局 像这种格局各位朋友看 一般来讲 指数在调整的过程之中 在这边缓跌缓跌缓跌 出完全出现重挫 这告诉各位投资朋友什么讯息 告诉有人放手了 兜胖放手 所以在这种市场气氛之下 很会造成怎么样 一日之间的反转 所以在这边出现长黑之后 很容易出现一日反转的现象 这是生计类股 你不要看它跌喔 因为它已经跌一段之后 突然间中挫 这告诉说 忍不住卖出了 所以股票市场 往往是这样子 当你忍不住卖出之后 市场上的卖压 在最后一笔丢出之后 股价除了上涨 已经无路可走 这个就是市场技术分析的 一个心里面的一个分享 好 其实MBI指数在下跌的过程之中 它的基本面有改变吗 没有啊 最近公布的诺华 娇森 这些营收都高于市场预计 只是最近为什么会拉回 因为部分的上市公司 它的临床试验是失败的 所以拖累了整个市场的气氛 其实你比如说像娇森 还有联合健康等这些公司 它股价仍然维持在高档做震荡而已 它并没有中错啊 所以 所以投资朋友 你这边不要一味的看空它 事实上它今年的表现 要比高科技股还要出色 再加上总体经济面上 或者市场气氛上面 整个改变的观点是在川普政策的转向 药价政策从市场的政府溢价 转成市场极致 这是重中之重 然后在新药的核准方面 上次跟各位同学讲24家 现在已经进阶到哪里 28家了 去年才整年才22家 所以它加速新药审核的一个速度 加入市场的竞争行列 让市场机制来决定药价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转向 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 对市场来讲是一个加分作用的 加分作用的 好 这家公司 Irumina Irumina 这家公司 因为它的基因的锐片 还有测序的一个工作 最近得到市场认同 所以它股价最近又再度 创下了历史的新高 今年以来 已经涨了54.33% 基因检测公司 市场的新领导方向 所以有体材的这种公司 有体材的公司 如果再加上它本身 营收有增加 获利有增加 它股价就创历史新高 好 我现在要跟各位同学分享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什么概念 各位 各位 这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报纸的消息 绩效难看 价值型的投资恐失从 全球价值型基金 今年的绩效可能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差 那么这是谁 这个叫巴菲特 他所领导的基金 价值型的投资基金 这是下面这一条 好 这个是亚洲 价值型投资基金的一个绩效 各位 这个是成长型基金的绩效 两个差异高达10% 就是说 如果你用价值型来投资 什么叫价值型 就是因为股价跌太深了 跟市价给它的品质有一段的差距 或者很多的市场没有人买 没有人留意它 让它股价跌跌不修 所以脱离了市场行情 这个叫做价值型的股票 它本身有获利 公司营业很正常 这个是价值型的标的 但是成长型不一样 成长型是什么 它有市场的前瞻性 不断在扩充它的厂房 市场订单持续在手上 它的EPS是跳跃式的成长 这个叫成长型的股票 那这种成长型的股票 今年以来就买 这种成长型股票的基金 它的报酬率已经高于价值型的 股票的投资报酬高达10%以上 所以各位 现在台湾的生技族群裡面 已经很少有这种成长型的股票 成长型股票 但是我们最近跟谢老师 一直在研究有关于 这方面的一个股票的一个标的 尤其从去年以来 我们一直锁定情流感这个族群 它背后有相当大的一个成长性 我想投资朋友 如果你不知道我讲什么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问 好我们时间关系呢 就跟各位多少分享到这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 2369 2333 02 2369 2333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02 2369 2333 02 2369 2333 选择比辱力重要 选择比辱力重要 不用灰心 不用怕 你打个电话 买个股票 这次台积电 60块 你给我们买50块 现在台积电多少 可是你要去想说 你在买60块台积电的时候 你的心里 你的心里要有多么的坚定 多么的坚强 60块台积电谁看好它 如果你现在打 台积电现在200多块 买个50张 你可能不会怕 大家都有 大家都在讲 行情这么好 天平的两端永远会平行 会公平 也就是会对等 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各位 你会不会活到200岁 应该讲你现在看到我的人 只要你看到了我的人 这辈子都不可能 未来会不会有人活到200岁 会 250岁也会 但是绝对不是现在 看得到的人 他是可能是未来 未来的人 好那不在话下 每一个人都希望长寿嘛 对不对 好那就算不能长寿 也不要生病嘛 好就算生病 生病的时候也不要很痛苦啊 所以生技股就是要扮演这个角色 你一天没有滑手机 可能会很难够 对不对 不然如果你一天 连喝水吃饭 吃喝辣煞 辣煞辣 吃啊喝啊跟辣 都不行的时候 看你会不会难够 绝对比没有手机滑更难够 这我不相信生技股 尤其是台湾的生技股 它现在是一片 也就是一片我们叫处女地 因为经过了鸡啊 经过了浩鼎 尤其今天浩鼎还在破底 几乎应该讲说 台湾的投资人 就台湾的散路啊 看到生技股啊 如过街老鼠一样 连碰都不敢碰 对啊 那既然是这样子 各位有没有去想到 就是大家不要危机 才有机会嘛 才有便宜嘛 那你心里一定会想到 老师那你乱讲 好吧 那我最少拿一档股票 给各位做一下参考 来我们看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叫8279的伸展 大盘今天跌 你看它大涨嘛 是不是大涨 8279的伸展 好我们看它的K线图 这是从它上市以来 你看到K线图在这里 我也把刚好 因为它除钱除息刚好完毕 没多久 我把它前指还原 好今天 是不是创了上市以来的新高 对啊 还有股票呢 创了今年以来的新高呢 很简单 它叫生技 它叫成长 因为它前半年也就第一季 赚不到一块钱 可是第二季加第一季 也就第二季几乎赚两块钱 也就第二季几乎是第一季的一倍 所以前半年差不多三块钱附近 这就是答案嘛 这就是答案啦 其实我也要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有时候做股票各位会忘记 股票它真正的骨髓 它真正的内涵 是什么 碳级啦 EPS啦 有营收有EPS吧 对不对 你说你叫我说 老师一斤光黑脑 你去叫我会买一斤光 因为我没有把握 它涨三倍涨五倍 我只是祝福它而已 我也不敢 这样讲比较快 那万一咧 万一不对咧 万一不是咧 投资人 投资人的钱就是钱 投资人钱一输就没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保护 投资人的财产要保护得很好 最少你一满的股票 你要抱着安心 你要看到未来嘛 有未来营收会慢慢成长的 或是快速成长的 其实应该讲说 或许现在看到生技股 尤其譬如说像禽流感疫苗 现在营收也没有怎么大幅成长 你们为什么这么坚持 其实他用人民币计算 他都是成长 可是因为会力的关系 所以有的时候会变成 好像没有成长 其实用人民币计算的话 全部都成长 只是他还没加速而已 你知道 我们的目的是带领我们的会员 在这里最 应该讲最惨淡的时候 我们的任务就是 把这些会员hold住嘛 那如果我们hold不住了也没办法 有人说 老师你今天没去啊 你又没去很多 我们是怎么要买 是怎么要扑 那就没办法 对不对 我们只负责相信 这个产业的人 相信未来的人嘛 所以我为什么拿资产股票给各位看 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逻辑 第一个我讲第一个 营收也就是代表EPS 第一季第二季第二季又比第一季成长 涨了将近一倍的EPS 那理所当然 创新高是理所当然啊 再来还有另外一个 大家所不知道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节目嘛 一带一路嘛 东协市场嘛 那我们看来 伸展 伸展 伸展怎样 在东协市场成长的力道 有没有 成长 抢攻东协商机 东协商机 伸展啊 如果今天伸展只在台湾 它会像这样子吗 不会啊 它就不会长 大概就像葡萄网一样 不太长不太起来嘛 可是它有一个很重要 未来全世界都即将要争取的 东协年轻的人口嘛 所以我只告诉各位 你的未来不是梦 但是要记得 当别人恐惧的时候要贪婪 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 本投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平估并自负投资风险